加工中常见状况 1. 穿线点不在孔中心 孔砖拼日本机自动MDI 功能操作流程 1. 确定机台在闲置状态 2. 固定工作物在工作台至适当的位置 3. 手动移动机台 使得铜线在弓箭上表面孔中心 4. 设定操作资料 5. 按下面板启动键 同时荧幕中状态栏位显示 执行手动移位指令 并送线动作以及极肩电压5到7伏特 6. 机台与寻边动作寻找开路位置 需特别注意 需先进行DATV与正确选择 寻开路模式此功能方能成功使用 2. 断线 若无法直接将线穿好 G轴移高或将机头移出 待线穿好后 按断线点直线复规VPT 加工条件需先降低能量 启动 3. 查看系统讯息Messages内容 按Help 按FE系统讯息 可看到警告内容代码含义 例10400表示城市加工中资料无法设定及修改 4. 加工中暂停 从开机的加工程序 Stop 关机 开机后 Man F1机械原点复规 启动 VPT机台回停止点 Auto Restart 连续按两次回程式 现穿好 呼叫加工条件 1. 插插插插插 启动 5. 加工中突然断电 处置方法 A. 红色紧急按钮压下 总电源开关Off 带复电后 总电源On 旋开红色紧急按钮 按下绿色按钮 Ready 入 线抽走 Man F1机械原点复规 S. P. T. 回起格点 Auto Dry Run 空跑至断线前 最后位置前停止 T. R. C. E. V. B. T. 线穿好 呼叫加工条件 EXXXX 启动 V. 红色紧急按钮压下 总电源开关Off 带复电后 总电源On 旋开 红色紧急按钮 按下绿色按钮开启电源 现抽走 Man 机械原点复规 VPT 回断线点 Auto Restart 连续按两次回程式 现穿好 呼叫加工条件 EXXXX 启动 6. 加工中 E段线 可从下注中 改善E段线之原因 A. 查看水压是否正常 WL等于6 大约12KGW每平方公分 WL为7 大约15KGW每平方公分 上下水压表叉不可过大 约1KGW每平方公分 B. 检查冷却器 是否正常运作 并有无Alarm警炫 C. 降低加工衡量 可将Off AFF加大1到2段 D. 检查肺线箱内的铜线 是否有跑出箱体 E. 清理几电块与换几电块位置 F. 清理眼膜与通气孔 G. 检查上下水盖是否有破损